真的要实名吹棒,超有创新精神的湖南卫视,做出的美声版偶练节目深入人心,但凡看上一眼的观众都会被这个真香节目吸引到无可自拔。 三十六位高颜值,高学历,高素壤的三高幼稚美男子来唱美声,谁能招架得住,一群拥有偶像剧男主长相和偶像剧男主简历的男生,拥有些烂声音,让网友发出土拨鼠的尖叫,仿佛自己陷入了爱情。 但三七看完,莫名占了一堆CP是怎么回事,比如让网友真情是感动心的郑云龙阿云打的班上班话CP,一个气质浪漫帅气,一个端的是暖心绅士,如果说大龙是国内学队的音乐剧王子,那把歌就是音乐剧国王。 两人须出动首席钢琴大师,现场发听谱的那段激性首席白头,看着大胡子男生都流下了激动的内水,这也无怪网友都疯狂占CP了,上文杰老师别解释了,就是我们想的那样。 网友一巴,嗨,大龙和靶子,不仅是大学住一个宿舍的纯洁同学情,大学会饮食还扮演过情侣,看到真实新闻这张图,CP网友更迷惑了。 两位真的敬业又专业了,再加上当事人顺势说要去领证了,CP发糖最为致命,网友都要填出糖鸟病了。 其实也不奇怪,刺骨拉CP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儿,远得搏牙子漆,连脱下如就不说了,去年综艺奔跑吧,上的陆寒迪热吧,今年网剧镇魂里,白与朱一龙的社会主义兄弟情,都有大BC,皮粉溶泵,CP不是脉搏,CP可以是爱情,友情,亲情,可以是真情实感,也难换身入人心, 处处可以看到相互欣赏的音乐CP,节目组也是很懂啊,有网友说,不知道第三期二重唱演唱有什么意义,感觉不如前两期的首席白头看的精彩,其实不然,小编觉得这恰恰是节目组高明的地方, 爱重唱模和演唱的过程中,既让我们欣赏到了歌剧美声等古典音乐和民聊音乐剧等流行音乐创新融合的美妙,又能让人感受到两位歌者为了音乐艺术,相互帮助相互成就的温暖之情,这不正捉人心吗? 高田赫和李奇的二重唱,一位专业唱歌剧美声的假声男高音,一位美声借小学生的男中音,音律和曲风相差极大的两位,果然在彩排时就总是和声打架,但在李奇的耐心指导下,感似不和谐的两人,最终配合默契,带来了高音完整低音陈宁的极致演唱, 一次非常奇妙的碰撞,是真相组合没错了,一向傲娇毒蛇的高千赫,还一感化风对李奇吹起了彩虹拼,也是让人觉得过分真是可爱了,没想到后期剪了不少高千赫和李奇对视的同款画面,节目组的小心思还被李奇本期发现,小编莫名觉得有点甜是怎么回事,爱重唱的卷妙配合还不止这一组,王熙和高阳合唱的, 他真漂亮,是哥哥和弟弟讲述暗恋的愁谷和甜蜜的故事,王熙充满死刑的低音炮搭配高阳干净轻,彻得深陷,高低相和,非常美妙,苏道人只想他这多听几遍,王熙对高阳亲切,又言格如哥哥般的帮助,也是暖到人心里,还有舞台上的国王艾云打,即是散发迷人的暖性魅力,放弃自己熟悉的演唱部分, 给方书见和声,两人深情演唱的那个男人真心脏狙击,让网友都想战这份浓浓的舒直情了,不对,是兄弟情,除了音乐上带来情色和名的完美体验,让人真情是敢哭了,的还有贾凡和陆玉鹏的搭档互选环节, 贾凡,朱利亚音乐学院全A毕业的硕士生,人气非常高,被众人簇拥着真相选择,陆玉鹏,因肿瘤导致幼尔被切除的音乐男孩,只能躲在角落小心翼翼,的头绪渴望的眼神,贾凡穿越人还选择了要帮陆玉鹏站上舞台,先来一张图感受下,你不敢上前, 所以我来找你了,天呐,这是什么该死的社会主义兄弟情,因为陆玉鹏说,只有跟着贾凡身边唱的时候,他才不害怕,贾凡说,我真的很喜欢陆玉鹏,非常喜欢他的身影,我希望给陆玉鹏插上一个翅膀,让他飞得更高,贾凡真的是暖心天使了,是陆玉鹏的音乐天使,两人真情合唱的翅膀, 有的现场很多成员都流下了泪水,屏幕前的翅膀CP也忍不住了,我仿佛看到了爱情,这是什么绝美动人的神仙偶像剧啊,太浪漫了,还是十一杰老师这双眼睛看得太多,你们真的很配优,期待贾凡和陆玉鹏下,期的二重唱,扛起翅膀CP的大旗不动摇,再次感叹节目组的用心,将音乐性和综艺真人秀融合得很, 很好,通过音乐传递的情意,真的十分动人啊。